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最近与网友的互动中 知名博主爱兵宇宙也表示 小米14将延续方形摄像头模块设计 呼应了最新的渲染图爆料 爱兵宇宙还表示 小米14的方形摄像头更大一圈 里面的细节更多一系 这似乎在暗示 小米14将升级更大感光面积的传感器 此前数码闲聊战已经带来了小米14的一些相机规格信息 小米计划将以往超大杯旗舰才搭载的光变前望式长焦摄像头下 放到小米的中杯和大杯上 带来更好的原射性能 小米14pro会配备5倍光学变焦 115毫米焦距的前望长焦 小米14也会搭载前望式长焦 规格为3.9倍光学变焦 90毫米焦距 外观方面 数码闲聊战进一步表示 小米14目前的打样机型延续2.5D直屏 直角中矿 拥有极窄边框 小米14pro则将采用极窄微曲屏 相较13pro的曲面更窄 基本只有黑边区域才是曲面 所以不会影响屏幕显示 但又非常好的收窄了视觉边框 同时又能呈现出更好的手感 该波主将其称为2.7D 而且为了在视觉上将边框进一步收窄 该机还会配备小直角中矿 给人一种正面全视频的感受 值得一提的是 小米14将采用画星最新款极窄边框面板 其边框宽度仅有1毫米 作为对比 小米13边框宽度是1.61毫米 iPhone14边框宽度是2.4毫米 iPhone14 Pro边框宽度是2.15毫米 性能方面 小米14系列毫无疑问 将首批搭载高通新一代旗舰处理器骁龙8-3 根据此前曝光的消息 全线的骁龙8-3将采用台积电的N4P工艺 CPU采用让新一代X4 i720 i520核心 以及新的一加5加23从级架构 其中超大核的Quotex X4频率 最高可达3.7GHz 这个频率已经远远超过了现在第二代骁龙8的3.2GHz 甚至也已经超过了骁龙8G2高频版的3.36GHz X4核心效能峰值提升了15% 功耗比Cortex X3低40% 并且该芯片首次采用了5颗Quotex i720大核 和2颗Quotex i520小核心设计 性能表现相比骁龙8G2将会有不小提升 此外 骁龙8进3的GPU还有可能升级至Adeno 830 不久前 高通正式宣布今年的骁龙技术峰会 将定当10月24到26日 相比去年提前了半个月 外界最为关注的全新一代旗舰芯芯片骁龙8进3 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亮相 而首批搭载该芯片的顶级旗舰对应 也将有望提前1到2周发布 目前 骁龙8进3QRD工程机 已经曝光了安兔兔威士跑分 高达177万分 相比之下 天机9200PASS的跑分为165万加 而骁龙8进2的跑分为163万加 可以预见 骁龙8进3发布后 将成为安卓系统中最强大的芯片 另外 据数码闲聊战最新发布的信息显示 骁龙8进3其GQB6单核成绩是2200分 多核成绩是7000分 相比之下 苹果A16GQB6单核成绩是2500分 多核成绩是6300分 虽然高通骁龙8进3单核成绩 跟苹果A16还有差距 但是多核成绩已经超越了A16 不仅如此 尽管今年A17升级至3纳米公里 但骁龙8进3如此可观的增幅 恐怕还会反超A17 或者至少给A17制造足够的压力 不过 骁龙8进3还将面对来自联发科的强劲对手 天机9300 其CPU部分采用全大核架构设计 性能将超过前代产品 那么问题来了 你对小米14Pro的极窄边框设计满意吗 你看好骁龙8进3的表现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